很多人问我这个段路怎么画 现在我来教你们画一下 咱们先画一条直线 这条很直的线 我们再把它高度画出来 画了两条树线 现在在这个面上画一个门 先给它找出这条线 这条线要和这条线平行下来 咱们继续地画这条线 然后这边也是平行下来 咱们这个桥栋画完以后 给它上点颜色 这下面稍微颜色重一些 因为这是这个桥栋的影子 就是这个厚度的影子 所以这块重一些 然后往下颜色越来越浅 就这种随便的滑了下来 咱们这条边这边 颜色也稍微重一些 这边越来越浅 然后这个面和这个面 就能分开了 一个树面一个红面 这两边这个厚度咱们也给它上点颜色 这种轻轻的淡淡的上一层颜色 我们就这种顺着一个方向往下画 哎呀脏了 哎呀 哎呀算了算了回家洗吧 我们再把这个门洞里面这个 影子给它画一下 离这条线颜色重一些 往外又来越浅颜色 这样这个洞就伸进去了 我画画这条路段没什么人走 我画画这条路段没什么人走 你看我讲话讲这么长时间 那边连个人都没有 这条路基本就是晚上六点 然后就会有人吃完饭散步了 平时就没什么人 听着声音很爽啊 听着声音很爽啊 现在我们用肉色把它的亮部画一下 用淡淡的画一层 我们用白色把它的高光画一下 也是最亮的一个部分啊 这边也是 现在我们把这两边 这边和这边给它涂黑色 然后这个面就给它衬托出来了 就是对比一下 对比会更强烈了 现在我们把下面的影子画一下 也是挨着画的地方啊 颜色重一些 往下越来越浅 最后咱们随便涂一下就行了 好了 这幅画画完了 你们感觉怎么样啊 有点感觉还可以的话 就把我点点一下 咱们现在啊 等一下路人 现在把地清洗一下 咱们把地清洗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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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这个下饭 放入冰箱